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市场上夏天最透气的鞋子是什么鞋子 如果你想放一双跑鞋在后备箱随时都可以拿来运动又不占地方 如果你想买一双鞋送父母 但是你又知道足利件这些鞋就是纯纯的割韭菜 如果你的脚常年是那种汗脚或者容易得甲构炎 如果以你对于选鞋最大的标准是对于健康的追求 而不是品牌或者是潮流度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鞋子就是最适合大家的选择了 就是这双来自于Ultra的Racer2 这双鞋子到底有多小种 小众整个油管上只有五个左右的人在拍它的评测 播放量最高都不超过一万次播放 这双鞋子是Ultra Racer2 但是它Racer1上次更新应该是四年之前了 所以这个品牌它不是那种快时尚快消费品牌 就每年一定要推新品 它的Racer1当时我也在夏日好线里面给大家推荐过 第一呢就这个鞋子足够轻 单只脚的重量不到200克 以这个42码为一 它的重量是190克左右 190克就是穿起来完全没有负担的重量 所以重量控制的非常好 我这个电池还有电没 没电了 第二呢就是它的鞋面的透气性 其它的鞋面透气性有多好呢 我放手机的电筒 因为它的鞋面的网眼非常大 可能比这双鞋子还透气的 那也只能是两鞋了 但受力的像鞋带或者是鞋头这些 它还是有做加固的 整个后掌的厚度和海绵的厚度呢 其实也够 篮球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打完球以后 因为那个鞋子包裹太好 包括篮球也透气性一般 所以都会标配一双拖鞋 但是这双鞋子我每次运动完 都没有想脱掉它的欲望和想法 因为就是它太透气了 所以它本身不捂脚不出汗 出汗了也排得很快 那第二的话就是得益它的鞋型 是那种food shape 大家给它讲过的 这个鞋型呢就会让你的脚趾 能够自然的在鞋内打开 看得出来这双鞋子也本身高度不高 这双鞋子的前后掌是零落差的 就前掌跟后掌 它没有一个向前轻的这么一个幅度 然后鞋子厚度呢大概有两厘米左右 两厘米其实很薄了 就很多跑鞋都是超过25mm 因为它鞋底太薄了 所以你再怎么穿再怎么衰减 它的高度就那么高 所以它不会放大你的足内翻 或者外翻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这双鞋子产地是越南 这个牌子的工厂也在越南 所以如果你买这双鞋子的话 发现是在广东东莞发货的 那东莞尤其是后街 那基本就是国产鞋造鞋的地方 如果是那边发货的 大概就是假鞋了 这双鞋的其实是假鞋已经存在了 就假鞋可能卖的比真鞋还多 就是就是哎 每一个市场略臂驱逐良臂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发货地点 所以这双鞋的定位其实是五公里 至马拉松这个区间段的 运动爱好者的一个选择 然后鞋底相交纹路呢 也很接近人自然不胎下的抓地效果 我不会在比如说适合给爸爸买什么鞋 这种主题上不断的更新啊 就是如果没有鞋子能够超过这双鞋的话呢 这个主题就这一集节目就放在这一直放着了 因为年纪大老人家或者说是父母背吧 可能我父母也没有特别大啊 但是他们选鞋的标准就第一得便宜 然后第二得软啊 他们其实不太在意防滑 他们不会考察防滑 或者他们也不太在意运动健康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换鞋的频率非常低啊 因为他们的运动量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地方是可以买到这双鞋子的话 你买给他们试试看 他们如果见到周雷的相邻的话 应该会非常的自豪啊 因为一方面鞋子你们已送的啊 再一方面呢 确实好穿值得推荐